好了,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Const 以及我们Const所指向内容的一个概念 我们下面给大家来看几个例子 首先我们看看002.c 那么002.c我们构造这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定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字符串我们要想办法让它 比如说你看我这样写 按理说这个P指向的空间是不是是可以改变的 对不对,可以改变的,因为是恰儿型P 但是如果我们双引号去初始化它 那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双引号是什么 首先我们现在一定要在内存中一定要看的 我们只要看到任何的代码 其实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 它在内存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表现形式是什么 好,那么我们来看双引号它是一个常量 或者说它是就是一段什么 在c元编辑器中它看到双引号就自动的把什么 双引号里的每一个字符 每一个字符都去在什么 这段空间给展开 也就是说它第一个字节放的是什么 单引号h 下一个放什么 单引号的什么 e对不对 然后依此类推 然后单引号的l 反正依此类推 这样来存放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用p指向了这样一段空间而已 对不对 但是问题又来了 这个p按理说这个空间能不能变呢 我们说不能变 所以说正规的写法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应该写成什么 constp const恰心p 但我们有些时候偷懒 偷懒会这样写 当然这种写法呢 也其实也如果严格来说肯定有问题 当然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能不能这样 比如说这段内存 我们能不能把它读出来 比如说我们说 第一个单词是什么 那么我们还是用什么 还是用x16性子的方式去看一看 内存里头是什么东西 怎么看呢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心p 心p就是第一个 就看第一个 以第一个字节来看 好 然后第二种 那我们心p都看了 我能不能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不想让这个是hello world了 可能是可能写错了 叫a aero了 这行不行呢 对不对 我们把它改了 记住 这地方改一定要用什么 单引号 因为我们改的是不是一个chare 对不对 一个chare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单引号的一个什么字符而已 对不对 字符而已 好 然后printf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样后面东西打出来 然后我们这个打印 当然大家知道 我们s就能可以看到什么 p里面的内容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看一看 现在运行的一个效果 好 那没有报错 那我们来看build 好 这种情况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 68 这个68 如果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话 那么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那个x2码表 其实就是我们的什么 h对应的一个什么 在计算机内存表示的一个形式 所以这个第一个看来读内存 它确实没有问题 能读到 但是我们在读完内存过后出现了一个什么 断错误 而这个断错误很显然是在什么 是不是这句话和下面这句话之间出现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这句话出问题 这句话没出问题 那这句话是不是至少要打出z什么什么东西的 对不对 所以很显然 那这个断错误 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单词 就是大家在学初学的c语言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断错误 这个断错误其实指的就是什么 咱们指针指向的内容被什么 非法访问了 非法访问 为什么非法访问 那我们来看 这个新P等于点A 而我们说到双引号是什么 是整形长量 整形长量 整形长量是不能变的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技巧 我们在超级系统中是绝对要保证这个空间是什么 不可被写的 你只要看到对这个地址指向的内容进行任何的输写 任何的输写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都认为是什么 非法 也说出现段错误 这种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种错误 就是我P去指向空间 然后把空间改一改行不行呢 虽然是你的想法很好 但是一定要注意 我们P真正的属性 虽然我们定义成恰恰性P 但P所指向空间的真正属性是什么 是Const的恰恰性 看到没有 所以说我们说双引号一定要把它理解成Const的恰恰性 Const的恰恰性 要这样来理解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有些东西说 如果说我现在变了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给大家讲到那个宿主 但是我们先思考一下 假设说我现在变一下 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样 我定一个宿主空间好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宿主实际上是一个 也可以认为是个空间分配 这个分配我们用大括号给它处置化 一般都是这样 当然我们后面还会单独去讲宿主处置化的问题 就说这个跟上面这个卸发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先这个地方先提一下 这个是不是只是一个地址 就说在这个Mile的这个空间中 我们只是申请了一个什么 一个小圆圈 去干啥呢 去指向这个双引号里的东西 而双引号在不在这个Mile函数里 我们说其实并不真 我们不能这么想 双引号其实是可以大家共用的 也就是说它是在一个特殊的段中 特殊段中 而这个段我们说是因为双引号 它肯定是肯定是长量段 我们干脆起名叫长量段 好吧 长量段 我们写成那个叫.const段 好长量段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在这 但是buffer怎么理解呢 buffer因为如果说宿主大家了解过的 因为毕竟基础是知道的 然后我们看 宿主你就认为在Mile函数这个空间中 是不是有这么一段连续空间 而这个连续空间呢 我们用等号 把这样的Hello World 逐一逐一的考过来 这个等号的概念是逐一考过来 所以说这个时候Hello World在哪 Hello World是不是在这 依次类推我就不写那么多了 是不是Hello World在这 对不对 Hello World在这 然后呢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个buffer可不可以变呢 因为我说这个buffer 是不是在Mile函数里面的 这个变量内存 看没有 你这本身定义的变量 所以说这段内存可变 而这段内存是不可变的 那我现在呢 假设我又定义了一个 又定义了一个 恰心 比如说P2 让它等于buffer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 这个时候我现在让这个P2 的里的内容等于A 那大家来看看 这样的负质 就这一句话和这句话 有没有直接区别 我们说这句话 是正儿八经正确的 这句话就有问题 刚才一直在强调 这段内存的属性 是不是Cons的恰心 而我们现在付给恰心 那么也就说这个地方 其实是我们程序员 人为的制造了一个错误 人为的制造一个错误 因为你用不同类型的 地址的内容去看 就是你用恰的类型的内容 去看一个指读的内存空间 是不是这两个指针的类型 是不匹配的 看没有 所以是这样的 而这种呢 我们说buffer可不可变的 本身内容是可变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的恰心 这样的操作是不是可以相当于指的那儿 就有没有问题呢 我们来看 还是一样 我们把它编译一下 好 大家看 是不是helloword变成了A1word了 所以说对于这个Const的理解 Const的理解 我们一定要注意 就还有这个问题 其实跟我们指针的理解也很像 就指针一定要保证 我们上一课所讲的这个什么 指向地址的方式 而指向地址的这个不仅仅有读取方式 同时还告诉我们什么 通过修饰符 我们更明确的限制这个指针 真正的什么 指向内存的属性 所以这个地方的内存属性 我们要注意我们内存属性 内存属性的第一种 就是我们在上节课中所说的什么 你比如恰心 硬特性 那是什么 内存读取或者是抄 内存操作的什么大小限制 那么就是硬特举来决定 第二种 其实我们今天刚刚说的Const 你Const代表什么 内存的什么读写性 就是说变化性 变化性 所谓变化性就是你可不可以写 可不可以读 就是说它的可写和什么 可读的问题 可读和可写的问题 好 所以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了 如果我们指针指向的内存的 本身的属性 跟我们定义的类型不一样 那么很容易就出现一些什么 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断错误 也就是说我们在写指针负值的时候 一定要想办法去了解到 我们指针指向的这段内存真正的属性是什么 这样的话我们在写实际开发过程中 你就基本上就很少能遇到这样一种什么断错误了 所以说我们只要看到指针中的这个定义 第一个你就可以帮我们来处理一下 好 当然如果说你看我现在要把这个程序改成标准写法 这种写法是不是就应该是Const 恰行P 对 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说我不小心这样写了一个 大家来看这个效果 你看这个编译器 其实就直接告诉你看我们说这个P里面内容是不是止读的 而我们11行 这个11行 大家看 这个11行是不恰好就什么了 恰好是不是就帮我们把这个值给它改进去了 就说你是止读你不能复值 对不对 你不能放到等号的什么 右左边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也是相当于间接的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什么 一种操作机制 那么这个例子当然只是一个第一个 让大家去看到Const的一个概念 那对于恰行ConstP 这个我现在不好去讲解 因为我们现在的操作还不涉及到硬件 所以这个地方都涉及到硬件操作 所以以后大家看来以后咱们在写程序的时候应该尽量的规范 尽量规范 其中在我们Linia系统中有一个MN手册 它非常对程序员来说非常好 就帮助手册 我们来看MNPrintful 我们看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说一下 这个看成3Printful 大家看 Printful我们怎么用 大家都知道 怎么用 双引号 然后里面写一堆字符串 然后后面就跟什么ABCD 反正就这样来给 对不对 我们先不管后面事情 我们先管第一个参数 前面事情 大家看前面第一个参数 在标准写法中 是不是都给我们一个Const下行 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Const下行 我刚才已经提到 看了Const下行 第一个反应 它一定是一个什么 双引号 双引号 就是说你这个里面内容 我变不变 在这个行中我变不变 我不会给你变的 你传给我什么 我还是什么给你对不对 这就是Const下行的概念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Printful中 我们一般来说 第一个参数都是双引号 这也是有它的原因的 因为函数声明就Const下行 当然有些人说 那我给一个Chair行不行呢 那我当然说 当然没有问题了 为啥 你本身是Chair 但是我非不给你改 那当然是不是属性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但是Const下行 是不是对原来的Chair的限制 更加深了 看没有 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限制幅或者修饰幅的一个概念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Const的 一种止读性